刘扎昌哀世消息令外界震惊不也 他的音乐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 而他晚年选择隐居在宜兰元山乡 平时都相当低调 纵然人已离去 但那些旋律将永远存留 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不朽经典 823岁华语流行音乐教父刘扎昌三号 传出哀世的消息 刘扎昌在晚年选择远离喧嚣 隐居在宜兰元山乡的一间偷天豪宅 面积还算是蛮大 这一整块都是他的家 根据邻居讲述 上一次看到本人已经是20几天之前 有看到看护推轮椅出来晒太阳 因为知道是得癌症 对刘扎昌过世的消息感到不意外 刘扎昌在宜兰的房子独居 平时和两名外籍看护同住 吃饭都会叫外送 生活看起来还算是过得相当不错 除了有一位年纪约五六十岁的女子 每个礼拜都会来住个一两天 只要来住就会在附近跑跑步 刘扎昌还有许多老板籍的好友 也会道府吃饭唱歌聚会 他们一群人来要么是叫外汇或是整群人叫中巴 再去外面聚餐 虽然独居却也不乏知己相伴 只是这回来到刘扎昌住家拍摄时 刚好遇到邮差送信 但这一封信件恐怕再也无法被本人亲手拆阅 记者张凯婷一栏三文报道